2018年的7月和2020年的1月 美方两次擅自开拆 中方的外交友带 这一举动公然违反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严重侵犯中方的外交尊严和安全利益 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第一时间向美方严正交涉 美方并未否认相关的事实 但一再以技术理由 为其错误行径进行开拓 推卸自身责任 美方的上述行径 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 背道而驰 应该受到谴责 针对美方的物理行径 中方必将做出必要的反应 维护正当的自身的正当权益 这个说法并不属实 大家都知道 1月23日 美方单方面宣布 临时关闭驻武汉总领馆 并撤离了领馆的人员 6月美国驻武汉总领馆部分外交人员 返回武汉 恢复了该馆的运营 中方一直为美领馆依法履职 提供便利 中国驻美使领馆人员的个人信息 对美方都是公开透明的 中方领事官员进入机场的限制区域 事先经过美方的批准 使用的是美方国务院发放的 领事官员身份证件 目的是照料搭乘临时航班的中国公民 这样的做法合理 合规 合法 也有很多的先例 美方的有关说法 完全是在编造理由 对中方的指责不符合事实 从上方的对话中 我们不能看出 姚午餐到复苗 可ful小时 是 这就不合理 甚至是